如果放射性肺炎转归慢性放射性肺炎 那么临床治疗就是比较困难 可能你咳嗽就给一点止咳嗽药 就是气短给一点吸氧都平准的药物 但是这些都是仅仅能缓解当体的症状 并不能治愈 并不能改善 就是这个慢性放射性肺炎继续加重的趋势 而且它可能慢性放射性肺炎 就是在这个进展的过程中呢 可以激发一些肺部感染 从而更加重肺水伤 这个治疗呢 这个时候可以啄情地用一些抗生素 实际上因为我本人呢 对中医研究比较多 虽然搞西医吧 但中医研究比较多 我觉得中医治疗慢性放射性肺炎 还是一个很好的不错的选择 但是记住一点 中医治病没有成药 有的人或者对中医略等一二点 略等一点 然后给你推荐一个成药去治疗 这个是就是治疗效果差 而且治疗也不合适 一定要找一个比较懂中医辩证治疗的大夫 去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开出一个合适的状态 感谢观看